粉色的草莓卷 作为眼狗的我 对它垂眼已久 今天终于对它下手了 材料如同所示 根据Rosa的粉油法 好像不对 总之就是把油和粉性混合起来 然后再加上牛奶 加上鸡蛋 给它们和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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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在一起 对就像丝绣一般的蛋黄糊 这边可以开始打蛋白 可以加一点醋或者柠檬汁 有助于蛋白的稳定性 我这边加的是糖粉 打发到提起打蛋头 会有取下来的小煎沟即可 尝尝的取三分之一的蛋白 加到蛋糊中搅拌均匀 我这边的蛋糊是加了色素 将搅拌好的有色蛋糊 倒入之前剩余的蛋白中 继续用方拌的手法把它们融为一体 搅拌好的蛋糕糊倒入模具中 我这个模具是28x28厘米的方盘 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 160度烘烤20分钟 具体的温度是根据自家的烤箱来决定的 拿出楼下超市买的拌奶 就是鲜奶油把它打发 这个是前段时间很火的慕斯酸奶的草莓酱 把它加入已经打好的淡奶油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新鲜的草莓来熬制呀 草莓卷我忘记了拍摄 所以就烂语充数来个简单版的 整面涂上奶油然后堆起小箱 像这样就卷进去 然后再用这个叫什么 擀面杖往后拉一拉 OK好了 保鲜膜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 我得了一种病 叫做看到新鲜的草莓就想拿过来做甜品的病 来吧给你们展现菜鸟是如何挤奶油的 1 2 3 4 尽管这上面的装饰随你们喜欢自己爱怎么来就怎么来的 草莓们快来迎接暴风雪吧 当它完成的时候我真的被它的美貌给吸引住了 下次继续来解锁草莓甜品吧 我是明学校下期再会拜拜